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曾官亭日前受邀担任亚太影展颁奖嘉宾,穿上一袭蓝色系尖礼服美炸红毯,但还没看到他走红毯,电视转播画面就进广告,加上他在颁奖时,影展物质他名字,让不少粉丝生气傻眼。 对此,他今,六,出席公益义卖活动,大气表示,我也是去代打,榜中立体颁奖,受到邀请很开心,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。 身旁六六用自己走金钟红毯时,电视画面也进广告的例子安慰他,让曾官亭后来忍不住透露心声,其实有点笑失落。 曾官亭坦言自己日前在金门路综艺大热门时,经纪人忽然告知自己要带打亚太影展颁奖人,之前就想走红毯,但只能在电视机前看,这次我是真心的觉得只是去颁奖。 就算画面被卡掉或被写错名字,只要有帮助到影展就好。 对于名字被打错,他毫不介意,认为自己在电影圈还是新人,还会努力,让更多电影人认识我,希望之后参加不是颁奖,而是入围。 为自己加油打气,他近期忙拍电影和碎片大三元,还努力经营服饰店的副业,被问到还有时间谈恋爱吗? 他大笑,金牛座很忙着赚钱哦,我现在只急着赚钱,对感情没有太多心思。 黄紫角,左起,带领鱼六,曾观亭,姐姐灵,一级做工艺。 离艺术馆提供,六路,左起,曾观亭,姐姐灵画包包做工艺。 离艺术馆提供,曾观亭日前出席亚太影展红毯。 三立意能提供。